人家通過法律 但這個法律是永遠不會通過的 因為會牽扯到很多的紀律利益 高雄為什麼會淹水 因為小背骨不見 第二個 那也是一個更吊詭的問題 我們一發生淹水 所有人都講國土規劃 實際上 所有人都會講國土規劃 國土規劃法還沒出來 在立法院要睡一睡覺 可以一日去睡個十年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國土規劃法 根本也沒有國土規劃 所以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我們現在政府的組織根本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 我們現在政府都在忙著解決昨天的問題 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解決明天的問題 然後這張圖 現在我在幫水利署 現在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政策都出來了 要成立四大流域管理局 所有人都同意吧 四大流域管理局 現在我在幫水利署在規劃 那淡水和流域管理局要管理誰 每次發生這個淹水 所有的人都會 從總統到民意代表都會講這句話 上面林務局 中油 水保局 下面水利署 左岸台北 先右岸台北市 所以呢淡水和流域呢 必須要成立一個淡水和流域管理局 哇 所有人都對 所有人都拍什麼 但是我請問你 淡水和流域管理局要管誰 淡水和流域管理局是水利署下面的一級單位 局長是十一指導 他絕對管不了河汪兵 他也管不了周錫雲 那誰都管不了 這還不是問題 問題是什麼 這一二十個法 法跟法之間是矛盾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管 那怎麼辦 這就是我要講的重點 我幫他們設計一個就是夥伴政府 夥伴政府 什麼叫夥伴政府 就是說呢 台灣人有個迷思 所有東西 所有單位要集成一個大的單位 這個單位就很powerful 事實上這個單位越大 它越不powerful 它是一個恐龍 它根本動不動不動 所以呢 淡水和流域管理委員會 它就是一個committee 它可能就是二三四個人的一個辦公室 這些部長呢 可能每一年開設會就好了 首長每半年開設會就好了 局長呢 每一個月開設會 下面的課長呢 每個禮拜開設會 協調什麼呢 協調裡面所有的介面 是coordination的問題 coordination的問題 所以呢 假如這個變成一個夥伴政府 事實上 這個東西是徹底改變 我們台灣政府運作的mentality 我們台灣的政府運作有很大的儀式 我們的部呢 越做越大 我們現在最 要成立一個全世界最大的部 叫做環境資源部 你們仔細細看環境資源部的組織 那個部長幹部也要兩天 為什麼呢 它的左手跟右手是要打架的 OK 它左手的法令跟右手的法令是矛盾的 所以環境資源部呢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辦 假如真的成立的話呢 就宣告了 我們就完蛋了 因為環支部跨了半個行政 跨了半個行政 所以我們要有這個關係 就是夥伴政府 待會跟各位提的 不管是中央大法 所有案例 都是夥伴關係 政府跟民眾的夥伴關係 這個是目前最嚴肅的話題 我們台灣是一個多雨的缺水國 我們的雨量是世界平均值的2.6倍 但是每一個人只分到5分之1的水 我們每一個人分到的水呢 我看這邊有沒有大陸 沒有 居然沒把大陸墊進來 大陸在哪裡 加拿大廠 我們每一個人分到的水比大陸還少 OK 比大陸還少 所以我們是一個多雨的缺水國 這是我們非常好奇的 我們每一年900億噸的水呢 下在台灣的這個島上 但是我們一滴都留不住 OK 一滴都留不住 然後呢 這個圖呢 就很有趣了 最近又在談了 台灣的農業用水佔到七成半 七成半 以台灣的一萬五千美金的國民所得的國家呢 我們合理的農業用水是五成到六成 所以我們可以從農業來釣出兩成的水 我們只要把從農業釣出兩成的水 我們根本就不缺水 根本就不缺水 但是這件事情從來沒人要提 為什麼呢 我記得我在當處長的時候呢 那時候剛剛加入WTO 然後呢 這個農委會就 農委會吧 還是不管 行政院不曉得誰了 就給了一張公文 你們水利處去四出五十萬公頃的農田 我的天啊 我水利處哪有能力去四出五十萬公頃的農田 但是那件事情到今天為止就沒人再碰 大家就不談了 然後就禍心理就禍了四年又過去了 每一年缺水了怎麼辦 休耕補償 對不對 休耕補償 然後農民的樣已經插下去了 你給他五萬塊 他也心不甘情願 因為他成本已經花下去了 就五萬塊是社會成本的 是你我的parking money 好 不甘情願 問題是肥料業者 他沒有生意 農藥業者也失業 待收割業者也失業 你只照顧了農民 那為什麼不乾脆講說 今天 農委會就講明了 我就是保持百分之六十的農業用水 其他的耕地就四出做其他使用 什麼其他使用 不簡單是蓋房子 只要把農地全部四出 你農業用水一用 事實上農地不是四出那些農田也沒有 他們只是握著水泉 有請問你 台北的七星跟柳宮水利會 他們握著水泉 他們農田在哪裡 桃園的農田水利會 一半的灌區是在台北縣 台北縣根本也沒有農 也根本沒有農田的 水泉在他們手裡 所以這是一個國家的政策 這一次弄完以後 整個台灣會徹底的改革翻臉 然後呢 我們根本也不缺水 所以我們從來不談這個議題 然後呢 水被污染 被abused 台北人 每天用多少水 352公升 一天 荷蘭人 一天用128公升 丹麥人用120公升 我上個禮拜去南京 我問南京的我們的同事 南京市的人每天用180公升的水 我們的用水是人家的三倍 你們很好奇 荷蘭人 男生平均184 女生平均178 對 全世界最高的人總 一天用128公升的水 你們為什麼要用到352公升 大家很好奇 不是說你們喝的水比較多 你們挺多喝2公升的水 台北市的漏水率呢 官方數字三成 非官方數字更高 也不知道 每人敢講 三成 所以呢 當這個水從 自殘水廠出來的時候 是可以生飲的 送到你們家就不能生飲了 為什麼 因為細菌就進來了 然後呢 因為管水破了 所以自殘水公司也不能加壓 一加壓更多的水就漏掉了 所以怎麼辦 做水塔 所以台灣人蓋建築物 蓋房子都要蓋水塔 你們很好奇 所以歐洲人來看說你們怎麼 找了最高明的建築師 蓋了這麼漂亮的房子 然後再戴一個帽子 就變得很醜 為什麼要有水塔 因為水壓不夠 所以你必須要用抽水機 把水抽到你的點油再放下來 你們家的水塔可能一年洗不到一次 所以水本來是髒的 那這樣一折糖 就不能喝了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水價是 全世界最低的水價 我們水價比大陸的水價還低 我們水價只是比非洲的幾個國家 水價稍微高一點 所以這很奇怪 油可以漲 水就不能漲 台北市的水一度7塊錢 所以你到鹿谷去 這些茶農怎麼樣灌溉呢 用自來水 因為最便宜 可以自來水 所以我們水是這樣子浪費掉 我們水是這樣子浪費掉 我們水是這樣子浪費掉 假如用差別水價 事實上你我每一個月 花一百塊 誰會出問題 張東謀 台塑 這些大企業家會出問題 所以所有人都跟 就要漲水價 就是說 要看淨大家的荷包 事實上是看淨他們的荷包 不是我們的荷包 然後呢 百分之九十的水是沒有處理的 那這個數字就很吊詭了 當荷蘭跟瑞典 強制他們工業用水 循環再利用的時候呢 他們的工業產值增加了三倍 提高水價產值增加三倍 為什麼 因為你要增加水的回收的時候呢 它的製造的Efficiency 就必須要提高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 精度應付出的另外一塊 叫做清潔生產 Cleaner production 所以提高水價 要強制水的回收再利用 事實上是會提高產值的 事實上是會提高產值的 只是我們從來不談這件事情 從來不談 假如說我們今天就規定 事實上今天台灣要讓水節約 太簡單了 只要做一個規定 規定什麼 工廠回收百分之九十 從今年開始 所有的建築物 你要不用省水的設備 你根本也建造的拿不到 就做這件事情就好了 大家覺得說會很困擾嗎 一點都不困擾 房子現在台北市一平買一百萬